為什麼現代人這麼多的腰背痠痛 事實上人類工業化也不過才200年的時間 在200年之前人類事實上 還是到處在田裡 在山裡面 或者做工 是大部分基本上都是一個直立的動物 那當我們直立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的體重 是從我們的腰腹 臀腿一起分擔來支撐的 可是現在人大部分都是坐著 那你如果都一直坐著的時候呢 其實腹肌第一個萎縮 然後接下來臀肌萎縮 最後腿肌萎縮 那我們身體所有的重量都只剩下背肌發達 所以很常見的就是背肌非常的緊 然後因為背肌很緊 壓力都在這邊 所以腰椎也跟著連帶受到很大的壓力 急速的退化 甚至到最後滑脫 就產生很多的疾病 那所以其實核心是一個需要特別去強調的東西 因為我們如果一直開始上班了以後 我們就長時間坐著 核心就是一直萎縮 所以現在會很強調核心肌力的訓練 如果腹肌無力 那力量就會加到腰 那如果連腰肌都無力 比如說坐姿 有些人坐姿是這樣 那就是腰太用力 肚子都沒力都凸凸的 那有些人坐姿是這樣 那就是腰跟肚子都不用力 力量就會丟到臀部 然後臀部也沒用力 就是這樣走 有一點 有一些老人家就是像這樣子走 那就是用大腿外側 所以它就像一串骨牌一樣 我們用帶腸 然後帶腸也壞掉 就一路痛出去 那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帶一個自我檢測喔 事實上腰椎的問題 腰椎的問題如果 因為這樣全部痛下來的時候很像一連串 病人都會說我麻一整串 很像坐骨神經痛 那事實上真正的坐骨神經被壓迫 如果來自於腰椎 事實上我們前彎 椎肩盤突出的話 這個動作會有電到的感覺 那如果是滑脫 壓到神經 我們後仰 這樣子會有整個麻下去的感覺 那如果前彎後仰都很順暢 上下床也很順暢 檢查一下自己的髖關節 單側的臀部痛有可能來自於髖關節 很簡單 我們膝蓋 腳踝放在膝蓋上 然後把它打平 打平到90度 如果這個動作這裡會卡 屬膝部會卡 會痛 那要查髖關節 如果這些動作都沒有任何困難 然後你會想要捶 想要捶 想要捶 那就是腰椎的肌肉 臀部的肌肉 還有腿部的肌肉 要好好的稍微伸展跟肌力訓練一下 事實上這些肌肉的疼痛 佔了我們下半身疼痛的大概三分之二的族群左右 好好的照顧肌肉就會有好的骨骼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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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